欢迎收看e-news美女主播大马新闻 我是马小姐 除了国内的新闻外 国外也发生了许多重大新闻 接下来e-news美女主播将带大家重温2013十大国外新闻 第十 泰国反政府示威 泰国反政府示威愈演愈烈 泰国总理英勒发表电视讲话宣布 解散国会在议院 并表示将尽快确定重新大选的日期 在此期间总理和内阁将继续履行职责 第九 华裔女生兰克尔事件 今年2月份在美国失踪三州的华裔女生兰克尔的私底 在他入住的洛杉矶西西尔酒店顶楼的水箱中被发现 洛杉矶警方之前公布了一段他失踪前 在酒店电梯间逗留的监控录像 在影评中兰克尔行为举止怪异 令事情更加迷离 第八 南非国父曼德拉刺事 南非现任总统竹马2013年12月5日 发表声明称南非前任总统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 享年95岁 第七 美国政府关门 当地时间10月1日到来前数分钟 由于美国活会两党 为救政府预算达成一致 导致美国联邦政府17年来首次出现停泊 全美数以万计的公务员被迫放无薪假 第六 凯特王妃生产 伦敦当地时间7月22日 凯特王妃顺利分眠 乱下一名男婴 这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一个孩子 小王子的封号是剑桥王子 第五 美国邻近门事件 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的 绝密电子监听项目曝光后 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间掀起轩然大波 该事情的揭秘者 美国中刑局前顾严爱德华·斯诺登 从此一直藏身香港 第四 埃及清场行动 埃及当局位于开罗的穆尔斯 支持者发起清场行动 并在全国引发暴力冲突 至少造成638人死亡 上千人受伤 第三 肯亚购物中心袭击事件 在当地时间9月21日 发生在内罗币高档的西门购物中心的恐怖袭击 袭击造成至少67人遇难 索马利青年党声称 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并强调这是对肯尼亚处兵索马利进行报复 第二 波斯顿马拉松爆炸案 美国波斯顿马拉松比赛终点附近 发生两起爆炸 至少造成2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4月19日 波斯顿在经过全程戒严地产室大搜索后 终于将第二名逃犯活捉 他的同伴哥哥在此前一天已被警方击毙 第一 菲利宾遭海燕袭击 海燕袭击了菲利宾的中部地区 菲利宾总统阿诺基山寺宣布全国进行灾难状态 中央政府接管了灾区的救灾活动 菲利宾政府确认超级台风海燕 已造成该国5235人遇难 1613人失踪 E-News美女主播综合报导